大家好,我是小韓 我是这一次老九音乐剧的作词人 其实跟实践合作已经 这算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是做老九的这个音乐剧 那是第一版的 那个时候作曲人是Jonathan Price 所以其实曲风跟这次 跟黄云人写的这个曲子都不太一样 那我为什么会很期待 也非常喜欢跟实践合作原因 是因为其实我自己应该算是 半个娱乐圈的人 那我的一只脚踏进娱乐圈 我觉得说其实娱乐圈会比较复杂 那很多时候我很担心自己就失去这个方向 艺术上面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说跟实践剧团合作 我可以保持非常 我可以维持我的这个艺术的气质 同时候呢我可以保持我的这个赤子 赤子之心 对 2005年的时候 其实我不完全算是老九音乐剧的全作词人 因为其实当时呢 我刚生小孩 然后呢我没有很多的时间 大家都知道当妈妈是非常辛苦的 那那个时候 其实吴熙还有小一都有帮忙写 所以他们把那些 就是production piece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舞蹈啊 很多动作的那些都写完了 可是这一次呢 我就必须要来写这些 我觉得说挑战是在于 因为这部剧其实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老九 他在考这个状元的时候 他在考试的时候 他必须要读的这些东西是非常科学的 那我就必须要去重温 就是要去复习我的科学的那些知识 另一方面呢 其实因为他也从事这个 艺术的工作 其实在很多时候呢 艺术的那些曲子呢 写的就比较感性 还有我觉得说最大最大的挑战就是 我自己不是一个方言很好的人 那其中有一些词 是需要用福建话来讲的 用福建话来唱的 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 恶补我的福建话 那闽南语 我用那个网站的闽南语的那个 翻译来教我怎么写歌词 就是写这个闽南语的歌词 我把中文翻译成闽南语 然后接着下来就由的 建兵大哥来帮我VET 这样子他帮我看 然后这个可以 这个那个不可以这样子 我觉得说其实最辛苦的是那个 写那首爸爸的那首歌 就是福建话的歌 还有因为这部剧呢 老九音乐剧 它其实是木偶戏嘛 就是有很多 老九就是要去演木偶戏的这些东西 那我其实对布袋戏木偶戏 其实没有很了解 所以在那段时候 我也拼命拼命的恶补 比如说我要知道说 木偶或者是布偶 它到底有什么动作可以做 有什么动作不可以做 那还有就是有什么动作做起来 可能说台上看得到 一些动作太小看不到 可是动作大来它未必就是 在木偶上面呈现的出来 那我觉得说这整个过程我也非常的愉快 但我还是觉得说其实因为时间也没有很多 那这部音乐剧总共有差不多28还是29首歌要写 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在写老九 是每天每夜的写 然后每天每夜的读 我就坐在那个 电脑前面一直写 一直写 一直写 写到几号 几点都不知道 我会觉得说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老九 那我心目中的老九就是镜子里面看到的我 我自己也是我对老九这部这个剧本 这部音乐剧有非常非常大的共鸣 那我也觉得是感同身受 因为可能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 其实我的本科是科学 我是一个科学家 因为其实家里没有很多资源 小的时候嘛 所以爸爸妈妈都很希望说 其实我从事科学那方面 可能说还会找到一些工作 那做艺术肯定是没饭吃 肯定是饿死的 那是我爸妈年代的那个想法 所以那个时候呢 虽然我其实中文是我的强项 我在华文方面的那个写作的能力上面 有一定的程度 但是我爸爸妈妈都觉得说 我不应该去做就是从事华文的工作 文字的工作 所以我就想好 那我其实对生物也蛮有兴趣的 我就一直这样读下去 然后读完高中 然后我还读大学也是念生物 然后读完大学还不够 还去念博士读生物 所以我觉得说这一路上 当然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生物 不是说我不喜欢 但是有多多少少也是为了要配合我父母对我的期望 因为他们总是觉得说 有点激动 就是他们总是觉得说 我如果说从事这个科学的这一方面呢 我可以做一个科学家 是一个专家 专家的行列可能在社会地位上面会比较高 薪水上面可能可能会说条件比较好 所以我也就做了六年的博士后 也就是说我跟 我常常会出国 我常常会跟一些世界的 一些有名的科学家 吃饭啊 就是见面啊 聊这些科研的东西 那真的来讲的话 那算是一个 蛮有 就是蛮有 看起来蛮光辉耀眼的一个成就这样子 但是呢 其实很多就是 我的科学家朋友 他们都不知道 我在做科研的时候 其实我也在写歌词 那我在用左脑 做科研的时候 其实我用右脑在写歌词 那其实写歌词是我 心里面 我的脑海里面一块乐园 我总是可以躲到那里去 可能说在实验室里面 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我都可以在我的 通过我的这个写作 把它抒发出来 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 非常外向的人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 写作是一个很好的抒发管道 那 我也很幸运因为写作 因为写歌词 我认识很多从事艺术的这些朋友 那也算是半只脚或者一只脚踏进这个艺术圈子 所以选择嘛 我一直都没有选择 我一直在 就是12年当中 从96年开始念博士到 到2008年 我才做出一个决定 那个时候我放弃了 我的这个实验室的科研工作 全身的投入这个写作的工作 就是写歌词也好 写文章也好 还有做音乐剧 那其实这一这一些时候 其实也非常的辛苦 那我的我的家人也非常的反对 他们总是觉得说 哎 做就是艺术工作 好像尤其是写流行歌曲 好像就是无病声音 无病声音 然后就风花雪月的东西 好像很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内涵 但是呢 我觉得说 其实慢慢的 他们有看到我的作品 然后看也了解到 还有就是他们其实我的爸妈 他们在老酒的时候 还有聊斋的时候呢 其实都有来看 他们才知道说 其实艺术真的 不是说一定没饭吃 当然我们不能说 非常的宽裕这个条件 但是艺术绝对是 医疗心灵的一切药 虽然说可能说我做科研 我做那个 做肺癌的这个研究 有可能找哪一天我可以发明一种药 我可以去医疗人的身体 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说 医疗人的心灵 其实更为重要 因为心灵才是活着的意义 对 所以当时 我就像老酒一样 面对2008年的时候 我就面对一个抉择 到底我要从事 继续就是 做一个专家 还是我要做一个艺术家 那我在2008年的那个时候呢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决定要做一个 就是从事艺术的人 因为那让我很开心 艺术不能等 那是科研可以等 因为反正日新月异嘛 总有一天 如果我决定回去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回去的 对 我觉得音乐剧是 现在最时尚的一种 艺术之一 原因是因为我们人嘛 在社会里面 每天都忙忙碌碌 我们都很希望说 在感官上面和视觉 我们的感官 对感官的刺激 要求非常的高 也就是说 我们很希望说 诶 视觉上面有刺激 那听觉上面也有刺激 那老酒 我觉得说不止在 这个视觉和听觉上面 双管齐下的刺激呢 他其实也有非常重大的 这个家庭的这个意识 还有这个 我觉得说 他说出很多人 为了这个金钱 为了这个生活 讨生活 放弃了很大的一块 我觉得那块是 很多人 平时不敢去碰的 我觉得说 其实来这里 看老酒 跟我们一起笑 跟我们一起哭 我觉得说 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得 非常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 老酒音乐剧 应该非常的好看 因为有非常顶尖的演员 能说 能唱 能跳 能演 还有我们用心的作品 除此还有这个 猴子剧房 的这些 精心设计的这些木偶 我觉得说 其实在新加坡 很少有机会看到 这些布袋啊 木偶的 我觉得 趁机来看一下 来跟我们一起 度过一个非常梦幻 非常有趣 非常哭哭笑笑的一个晚上 没做老酒 就是我 有没有 这些木偶的装 有没有 的 是 或是